今天呢,让我们来学习一下 关于苏绣的一些传统的针法 那这些针法呢,一共有16种 其难易是不同的,均为常见的针法 那后人创造针法大多都源于传统针法的演化和改造 那第一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奇针 那奇针呢,是一种最简单的刺绣针法 亦是所有平锈针法的基础 只要奇针绣的平、云、奇、密 那其他针法就容易掌握了 奇针运针方法是从纹样一端到另一端 用直线绣出的图案 那绣的时候呢,务必要按照绣稿轮廓来绣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离 其针按四里不同,可分为直针与斜针两种 那直针这一大类呢,又可以分为直缠与横缠两种 现在呢,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直缠的运针方法 那直缠呢,是竖直方向的运针 是从纹样的上端到下一端 用直线这样秀出的一个图案 那起针、落针都必须绣在纹饰边缘 现在呢,我们先来定一下这样一个针头 把线通过小针固定在刺绣的面上 再一针一针的从上至下 必须要绣在纹饰的边缘 针脚呢,排列必须平行均匀 整齐不重叠不露底 使绣面边缘呢 整洁光滑 在纹饰边缘的边缘 一针一针必须沿着边缘 从上至下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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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铺满整个花瓣以后呢 我们并可以收尾了 收尾的时候也需要打小针 这样呢 我们的直缠针法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直针中的横缠 那横缠呢 是用水平的线 秀出纹样的形体 那其针落针也是在纹饰的边缘 是从纹样的一端到另一端 用直线秀出的这样一个图案 也是务必要按照秀稿的轮廓来秀的 起针落针 必须都在秀稿的边缘 以水平方向来运针 有关来不但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那么再来 下去 我邀请了 多谢 相机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绣的这朵花瓣 是非常的这样一个平整 和匀称既齐又密的 一定要铺平 起针落针必须 这间的间隔要摆握好 这间铺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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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呢 我们就用横缠针法就把一朵花瓣给修完了 今天呢 是从纹样的一端到另外一端 用直线秀出来的图案 当然其针中最大的特点都是必须要按照绣稿轮廓来绣 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偏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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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所铺平均匀 大家可以看一下所铺的花瓣所有的针 这间铺平均匀 起针落针点 都是很平很匀又很齐很迷的 但是让它们现在照顾业 好吗? 刚才对我来监也不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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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